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消费都已经熄火 别的媒体没报吗? 今天我们带你来戳破只老虎 这么多年来 各媒体时常报道中共情势大好 但是美中贸易战一打 直接打出中共经济的真实原形 不得不说 现在的中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 不过这些新闻在一般的媒体报道中 却非常少见 但如果你有再订阅大纪元时报 你会知道在过去20年间 我们长期追踪两岸局势 才能在这时候精准地剖析中共真正的问题 还没订吗?赶快去订 外资不论是因为贸易战关税因素而撤资 还是因为中国老资条件优势不在 而转移至东南亚 外资减少了都严重影响了 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出口与投资 而且因为工作机会减少 而被迫返乡创业老板系 造成的是消费降级 三驾马车不是熄火就是减速 10月14日 狄克强在西安召开了 部分省长参加的经济形式座谈会 强调了 中国国内经济面临了多重挑战和困难 那为什么在一般的报道中 常常就是看不到这样的新闻呢? 其实就如同你我所知道的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无所不用其极 特别是针对媒体这块 所以这些真实的中国局势 中共是绝对不会想让你知道的 但是纸永远包不住货 就像中共在香港想运用办法 想用媒体资源来混淆视听 传递错误资讯 但大纪元时报从来没有被收买 也绝对不会被收买 坚持只报道真相 想看到最真实的新闻吗 赶快订阅大纪元时报 后面不敢说的大纪元告诉你 家用电话立刻拨打 0800-566-688 手机拨打 028797-3199